创立比赛近在运通 怎么可以那么强 除了技术面的一个转折之外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是中美贸易之战的关系 越来越和谐 这个重点我在去年度12月 一再给你提示 你看中国大陆不断的调降 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 也不断的进口美国农产品 你已经看出一个端倪了 今年度的1月1号 大陆又要调降 700多样的一个所谓的产品关税 习近平不断的释出善意 放低他的姿态 就是要增进中美之间的关系的和谐 所以你看最近这次的一个 中美贸易的一个协商进展 是不是很顺利 这是一个相对应的 所以美国盘的一个架构 就在技术面跟所谓的一个基本面 好转的情况之下 连涨5天再创颇段新高 我讲过了 美国股市是既深又广的一个市场 如果美国盘我可以看得那么清楚 台股这个潜贴性市场就难不倒我 探紧倒地二斤而已 所以你这次看我分析美国股市 或是台湾股市的一个转折位置 你应该觉得很精彩 很过瘾吧 上礼拜 道琼 黑黑棒跌下来 我说墙涨之后的回档 这一波的一个反弹还没有结束 不管是道琼还是科技股都是如此 反弹还没有结束 有低点都要买 接下来你就看到美国股市 不然是道琼连涨5天 科技股一样连涨5天再创颇段新高 所以这次的美国盘 它反弹的架构结束了吗 当然还没有 红K棒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有在操作美国指数的 下礼拜有低点 当然一样可以上车 所以我对美国股市的看法跟分析 台湾股市上礼拜五 是你最悲观的一天 我会有没有帮助到你的操作 我会有没有给你一个指引正确的方向 我常常跟你讲嘛 什么时候要看我节目 盘子不好的时候 大家走得平靡出来的时候 你看我的节目特别有收获 特别有帮助 上礼拜我的大盘 来到9319波段低点 指数来到波段低 股票要全部砍出去吗 如果这礼拜的股市你看涨 你要买还是要卖 上礼拜五越刹是越有量 承接买盘已经出来了嘛 逢低大胆跟我买 上礼拜五我告诉全体的会员 都在重压股票 我没有卖出任何一档持股 这是我的动作 礼拜一呢 跳空大涨了207点 我说左右各一个缺口 重倒行反转的一个缺口 代表的是一个波段行情起涨讯号 所以给你一个注解 元月下印红包基金行情正式启动 正式展开 而且这一次的行情 不会是短线 我讲了N变了 至少涨到2月份 倒行反转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我一再用这一档股票环球金 来跟你做印证嘛 当时候这边不是一个倒行反转吗 左右跟一个缺口嘛 它还有没有大涨一波 它是不是大涨一波 所以台股的架构比照办理 既然会有波段的行情 礼拜二的小度的回档 我说任何要都是要站在买方 跌不要怕 跌就是再度进场的时机 礼拜二讲完之后 礼拜三又拉出一根中苍红 大涨174点 我说给你结论 就是请赶快跟上 元月下印的红包基金行情 相当的热络 我今天特别要送你三个红包 我希望你赶快进来抢钱 好好把握一下 要赚钱 要自己付出行动 不要原地踏步不动 所以当昨天台股再度回档 我的看法有改变吗 有押回就是买 对 我怕它没有低点让你上车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台股再度的创下波段新瓜 我的看法不变 策略当然不用改变 什么样看法不变 元月下印一定有行情 二月份红包基金行情 幸好是一样帮你赚下去 至少会涨到二月份 波段缓转的讯号 技术层面的分析 配合着中美贸易之战的关系 越来越和谐 再加上联准会 新年度升息的脚步换缓了 资金会往框松的一个政策靠拢 所以为什么美国股市可以涨成这样子 为什么台湾股市会涨到二月份 原因理由我都交代很清楚 所以大方向都给你的 那至于个股的操作呢 我会不会用心疗苦 我会不会展示我的诚信跟实力 上一半盘真的不好 那是表象 如果你看到内涵有承接买盘 你敢跟我重压GIS 当时他一样 跟大盘一样 来到破断低点 上礼拜五 有承接买盘的台股 这礼拜我看涨 连涨五天 那这张股票买还是卖 苹果调降财色利空 大家吓死了 但是我看到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的GIS 86附近买 这个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了 当时价位在85.8 是不是 千老师给你一个 买进的一个位置 我常常 为什么 要把会员的抗讯拿出来 跟你对市对价 这是我跟会员合作之间的一个默契 我不会在最低点82.1 这边画个圈圈 然后写个买字 买最低 然后收最高 这些事情我做不出来 因为会员也在看我的节目 他每天也是拿出 我发给他们抗讯来跟我对时对价 什么是诚信 什么是实在 其他分析师办得到吗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五就买在86 买在86 礼拜马上亮灯涨停 真的很漂亮 在一档股票还没有涨停板以前 我就先卡位 这样不太实在 这样不太厉害 是不是 不是等涨停板了 才拿出来摇旗呐喊吗 对GIS 新年度的第一世纪 营收创价单级新高 他接到苹果的订单 不是只有手机而已 平板笔电 都要用到GIS的触控 所以业绩 既然能创价单级的新高 股价礼拜的回档 不具杀伤力 我当天告诉会员 一样再度的上车 还是买啊 你以为我只有买一天 一档股票如果还会再涨 我就买进加码爆波段 会员有心来厚道 早一点参加的 当然可以买低一点 晚一点参加的 我会利用这档股票 回档的时候 告诉你们再度的一个上车 对 礼拜二跌你在怕什么 礼拜三不是又上去了吗 来到96块半 昨天又不动了 GIS我怎么跟你分析的 我说量缩价稳啊 没上当对吧 但是我认为他又要动了 每次一档股票 还没涨停大涨以前 我给你的分析 都具有绝对的一个价值 没上去 说会上去啊 没上当叫你买啊 昨天量缩价稳啊 今天有没有再度的大涨 来到破断高 98.6 98.6 这样上去 有没有将近快要两成了 从上礼拜到今天 买在这个关键性的位置 我相信 今天度的 元月下印的行情 你已经领先别人一大步了 接下来的 不管是元月下印的 后阶段行情 还是二月份的红包制限行情 由庆隆老师来领军 来带你卖相 红包 赚取利润的高风 你看一下这档操作 12月20号买在120 25号带你卖在147 买个10张才花你120万而已 27万先落袋一次 圣诞节那一天 创新高我喜欢卖 有没有卖对 隔天还有149让你卖 没有错吧 接下来还有146.5让你卖 你如果高点不跟我卖 低点你怎么做接回的动作 1月3号 我一当五天转折买点浮现 131做接回 价差16块钱 这是我帮会很多创造的一次利润 没有错吧 131接回的讯息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清楚吧 是不是 131接回之后 你就看到又涨停了 我是不是在他还没有涨停盘 来到147之前 1月3号告诉会员 131先接回 所以整一个操作的一个层次 操盘的节奏 其实我交代够清楚 只是说盘中当下 操纵浮现买点卖点 你看得出来吗 有没有高手 陪你看盘 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涨停盘之后的操纵 昨天礼拜四 创新高 我再卖一趟 卖在151 时间加倍都给你对过 有没有卖对 看收盘 139 151到139 差了12块钱 这是我两趟的完整流程 120 131是买点 147跟151是卖点 27加20块钱 两趟47块钱 大概是四成 同一档股票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三个礼拜 完整操作流程 每一趟的买点 每一趟的卖点 我都很务实的 把带领会员的口讯 拿出来给你对死对假 一再给你印证的一个 结果是希望说 下一趟 下一趟好好的跟吗 是不是 谁会那么公开透明的 把一档股票的真实操作流程 呈现在你面前 不常识 不遮遮掩掩 你所看到的 就是我帮会员 创造的一个迹象 两趟47块钱 将近四成 是怎么带进的 怎么带出的 很清楚吧 那整个操纵 今天看清楚 10点40分 不跌了 143附近买回 当周价位在142.5 你再度对时对价 昨天卖在151 今天差了8块钱 143做机会 我发完过讯之后 你看一下143的 卖单72张 所以143买得到吗 买得到吗 保证一定成交 买完之后 今天来到149.5 涨得快8% 关键性的转折 我会有没有帮你抓得很精准 同一档股票操纵 今天第三趟的操作 前两趟大概四成 那这一趟会有几层利润 不要去用拆的 你在那边拆拆看 或是隔天再去做动作 你真的会来不及 你会常常捏股糟糕 所以秦老师带给惠能操作 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非常的坦荡荡 你想要赚圆月效应跟 所谓二月份的红包资金行情 你如果想赚的 今天特别给你三个红包 红包三重送 我希望这一次的过年 头的都可以非常的happy 让你比较好过年的 赶快来抢钱 圆月效应红包资金大行情 我说过我会涨到二月份 赶快来抢进 公司会给你一包红包 我个人也会给你一个大红包 另外最重要一个红包是 从三月一号起算会期 也就是说不管 你现在什么时间加入我行列的 会期就是从三月一号开始起算 你越早加入 当然是越划算 红包三重送详细内容 广告中有介绍 修宜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金把 彩色金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成组部蔡老师 2019银金珠 红包三重送 送您两万大红包 会期再从三月起算 再专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阿孙子啊 这不是你为我 超过很高兴吗 是呀,因為看到阿公每天都很開心 我就參加政府基盤的活動這麼出味 卡1966就叫觀眾緣會來賓國 不然真親切,他們的照顧也讓人很感濕 你看,政府對老人的負負很多錢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大萬事務今天來到波段新高 但是這檔宏達電股價來到波段新低 對照一下它叫做弱勢股 如果你手中有像宏達電這種弱勢股的 該換趕快換 否則人家在賺紅包你在那邊苦哈哈 真的是不划算 這檔宏達電 我之前就跟您分析過了 當他把最賺錢的手機部門賣給Google了 他的手機亡國正式告一個段落 沒救了 越走越退步了 現在去做V 親愛的觀眾 你比較喜歡 拿一支輕薄短小的手機玩遊戲 還是頭頂上戴著一頂大頭盔 在那邊搖晃玩遊戲 你覺得哪一種你比較喜歡 這是很明白的一件事情 所以整個宏達電的架構 為什麼外資不停的賣 沒救了 外資賣超越賣越多 早就提醒你要小心避開 一直在攤平 融資一直創銷波段新高 股價當然會越走越低 籌碼太亂了 我禮拜三已經告訴過你了 你還在留戀什麼 這種弱勢股 你還在留戀什麼 肩骨價 繼續的往下探底 你如果繼續抱著這種弱勢股 我真的愛莫能助 你看到外資是在大賣 前兩天大賣了好幾千張 前天大賣了一萬多張 是不是 所以這種弱勢型態的個股 尤其基本面又已經產生嚴重疑慮的 該換趕快換 不要一直抱著 一直攤平 今年度的紅包 那就跟你沒有緣分 但是如果你有這種弱勢股 你只是不曉得如何處理你的問題的 交給慶隆老師 我一定盡我所能 幫你轉換到最強勢的個股 我來帶你反敗為勝 我來帶你賺紅包 早一點把宏達店換到操縱 沒有反敗為勝嗎 操縱已經賺了40%以上了 紅包店你虧得幾成 你虧得幾% 做對做錯真的會差很多 希望欣老師這邊給你的 不管是大盤的方向 還是個股的一個動作 你都可以全程的一起來跟上 來掌握 反市場的操作 在市場上最悲觀的時候 帶你買 上禮拜五你悲不悲觀 你有沒有把你的股票全部都賣掉 當你看完我節目之後 你後悔了 對吧 我在盤中就告訴會員 這個盤有承接買盤 下禮拜 就這禮拜我看漲 當天我是大買股票 但是很多觀眾 上禮拜五 是把股票全面的砍在地板上 盤中有沒有高手指引你 真的會差很多 希望今年度的圓越效應 紅包資金大行情 尤其好是來帶你搶紅包 來帶你搶錢 這真的用慶為 我什麼時候 會講那麼肯定的大行情 我以前在分析盤市或是個股 我現在不會信口開額 我也不會每天跟你打包票 每天跟你畫大筆 說這個行情好賺多少賺 那你聽了不切實際 我不是那種分析師 是我要給你是個精準的盤式的看法 個股的精準的操作 那對你的操作 才有正面的效益出來 每天在碰風 遲早被你看破手腳 是不是 所以今年度 圓越效應紅包金行情 所帶動的 是大波段利潤 是大行情 趕快來搶進 好不好 上禮拜的華新科一樣 來到破斷地點 對 有承接買盤 如果你盤中知道 我告訴你有承接買盤 要沾哪買方 你手中有這檔股票 你就不會砍出去 但是上禮拜我的盤是殺身隆隆 殺到9319破斷地點 你會怕嗎 你會刷嗎 你是刷在等 我斷在買 因為我看有 是不是 有承接買盤的華新科 上禮拜有139低接 低接完之後 禮拜大漲5.7% 禮拜三盤中亮燈 昨天稍微回檔 我說就基本面來分析 華新科本益比剩4倍 去年度他賺40塊錢 4個股本 股價154.5 本益比不到4倍 所以我說還是很便宜 這是從基本面的一個分析跟論述 如果從技術型態來看 上禮拜出現左右各一個缺口 導型反轉缺口會有波段的走勢 就是我在分析個股 有帶到基本面 也有帶到技術面 面面俱到 誰說基本面不重要 對 所以相互相成的一個結果 你所看到的是 昨天分析完之後 今天華新科來到161 叫做波段高 139到161 20幾塊錢 是不是 所以整個華新科的架構 當然 我昨天跟你結論是有波段的走勢 那波段的個股 如果該做一點價差 我自然會做給會員 如果你不會操作了 跟著盤中訊息一起來動作 不要因小事大 價差有時候做錯了 後面那一大段 你會接不回來 所以我們給你看法 希望把中常性的看法 先講給你聽 你比較有一個 類似安心的感覺 你做股票 做外股票 才會知道 你應該知道我的用心良苦 是不是 這張信倉店 12月底告訴你 長榮吞噬攻擊買訊號 獲利成長3倍的機油股 被動援進 是禮拜三一樣 攻漲停 今天又大漲了快5% 這張股票 如果下禮拜還有低點 還是可以低接 怕它沒什麼低點 攻是在的 對 你看華新科 有沒有什麼低點 低點不太多 對 因為禮拜三 就馬上拉出中常紅 所以操作的一個態度 一定要非常的積極 大行情已經展示在你面前了 如何看待行情的後世 我從上禮拜 以及這禮拜 不厭其煩的跟你追蹤台股的後世 就希望你可以看到未來的走勢 把未來行情先講給你聽 你是不是比較穩 不然你每天在那邊搖擺不定 忽多忽空 見掌 追掌 間諜 追跌 你真的跟我打得錢 很難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節目過不過癮 不然是盤勢的持續性追蹤 還是個股的持續性的分析跟研判 所帶給你的是大行情的掌握 全新聖誕節那一天 晚行底籌碼穩 所以呢這個位置 現買現功漲停 聖誕節那一天買在62 買完之後衝高之後回檔 上禮拜五 晚行底的支撐接近了 來到59.4 買還是賣 買還是賣 我買在62的 來到59.4 我告訴你支撐你家 要不要買 不買他就往上墊高 禮拜三65.8了 快10%了 今天一個全新橫向整理 那接下來他怎麼走 以他的量價來分析 下禮拜應該會整理個幾天 整理完之後 當然是往上走高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一檔個股該怎麼走 我會講客觀的一個走勢 讓你去印證 所以行情你給研判 跟個股的一個操盤 我這邊會帶給你最準確的資訊 不是碰轟的資訊 對不對 所以呢 像這種股票整理一下 都還會再走高 紅捷克也是一樣 聖誕節那天 攻擊天亮出來的 現買現賺嘛 是不是 上去之後回檔 上禮拜四告訴你 多方結構沒有改變 下來當然要買啊 禮拜四講完之後 有沒有都同有規劃 下來 來了按規劃 底結 上禮拜五第一階的位置 四四嘛 逢低再度成接啊 接完當天收45了 禮拜二大漲半更 接下來洪捷克 一樣啊 讓他整理個幾天 那整理完之後 我認為還會再度的走高啊 所以 遠遠效應 以及紅包的資金行情 該怎麼掌握 今天謙老師送你三個紅包 對 紅包三重送啊 今年度的過年 謙老師要讓你非常開心啊 剛剛你所看的廣告內容 公司給你一萬啊 謙老師再給你一萬啊 兩萬人大紅包之外 另外 從三月一號 開始起算會期 不管你現在什麼時間 參加我的行列 就從三月一號 起算你的會期 當然是越早加入 對你來講 越划算 記把握一下 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出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 精彩運通 成龍獨故蔡老師 2019迎金珠 紅包三成送 送您兩萬大紅包 會期再從三月起算 才參見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成龍獨故蔡老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中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歷經多次萬點與空投 積極拜訪公司 透視基本面 代理會員領先補局 透析大盤結構 掌握抬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景動築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代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正能追求 財富路上的良師義友 蔡老師入匯戰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